我們先講周桂宇好了 周桂宇上比賽我覺得是打出個人生涯的季秀賽 或甚至是冠軍戰 他生涯的最好的表現 我覺得他已經進入他的Zone 而且他打得很平穩 就是說你看他的情緒是平穩 那他也有好的表現 他甚至可以讓Manigal 去做這樣的一個揮軸技術犯規的動作 那他的情緒沒有受到影響 對 這很不容易 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富邦能夠拿下這場勝利的話 前面真的看到鮭魚這樣的表現的話 是令人欣慰的 因為代表他的心境是成長到一個境界 在這麼重要的比賽當中 他可以把自己的情緒穩定下來 然後影響對方阻力的情緒 這就很難得 在前一輪其實周桂宇是對上正負值 效率值也就是累計最高的選手 這場比賽他個人得到的分數 雖然看似不多就得到12分 可是他在幾個防守上面 跟幾個三分外野的冷箭 其實都是在球隊需要的時候 那個關鍵的分數他擺得上去 而且有幾次他其實被放投 他還是能夠成功的 把這個球給穩穩的放進籃筐 我自己是覺得是周桂宇在這場比賽 他除了在進攻端之外 防守端的價值 其實高過於進攻的貢獻 認同 認同 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是他不斷的被撞擊一次 兩次之後 他的整個重心跟眼神專注力 還是在Manigal身上 然後讓他停球之後壓迫 然後做一個揮軸 我覺得這是一個富邦 整個氣勢的轉捩點之一 非常重要 而且 好像是那種Manigal 賽前就把Manigal的味道 放在他的鼻子前面 他從發球進來就對著他 他就只有他而已 他就一直對著他 而且整場 獵拳是不是 就是聞他的味道 就是他就是一直跟著他 而且他是打死不退的那種 身體素質又強 你給他上身體 上力量 他也退不了 他就是在那個地方 不會被頂開 他就站在那裡 所以他的身體素質跟力量 其實他是可以對抗住的 所以我說他已經進入他的這種 就是可能他在賽前 有被受益說 他以防守為出發 或是守某個特定的人物 所以他就非常專注的 我一直盯著你 一直盯著你 其他人怎麼樣打我 對 我都不管了 一生只督你一人 對 確實打到這樣的效果 而且邁寧高 我記得他們在衝突之後 邁寧高回來跟他講一些垃圾話 不為所動 周貴廷他我也聽不懂 因為我聽不懂 對 敵志也誤聽 靠著強森撐住那個比分 有沒有 防守進攻 他把比分先撐住 再倒數兩三分鐘的時候 勇士把這分數蓋過去 在上半場快結束前呢 勇士隊呢 是拉出一波13比2的攻勢 48比47 結束了上半場 但是我當時的感覺是 如果當時這個時間 不是大表走完的話 第二節再打三分鐘 可能上半場有 國王隊落後的分數 就不是一分兩分了 對 其實我是覺得 上半場結束是 救了國王 對 真的 因為那個時候的氣勢 不管是鮭魚的攻防 然後中線在切入穿插 然後字節也有一些表現 其實他那個氣勢 已經完全壓過國王了 所以讓國王的整個調度 整個球員在場上的感覺 是覺得 還好 還好我們要進休息室 可以喘一口氣 然後再調整一下策略 上半場的收尾 我們說是13比2收尾 下半場開局是 11比2 所以等於從上半場結束 到第三節開打 這段期間 勇士拉去過25比4的攻勢 等於是正21分 很難想像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國王隊的那個 Ryan教練 他把穆倫斯 曼尼高跟阿敏 在第三節是打滿 沒有下來了 因為真的換不下了 真的換不下了 對 但我覺得第三節 因為第三節只得10分嘛 但我們像在私底下聊的時候 剩下剩7分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個人覺得 追到7分的時候 那是一個很好的換人時機 因為你最大的優勢 我們提到就是 昆西貝斯的第四節的使用模式嘛 對不對 那你既然有 楊敬敏跟穆倫斯在場上 而且第三節打得 沒有攻擊的重心 所以假設 富邦 你們教練會怎麼做 你值得10分的時候 如果是 對 如果是你 是不是 我們一直看到 平凡的換人 就是一直換 一直試 一直試對不對 一直試出這樣的一個火花來嘛 然後或者是 國王他的勝利方程式 就是按照他自己的調度節奏 因為他 例行賽就是7成勝率 對勇士是5勝3敗 所以他都把Q跟阿敏 留到後面的關鍵時刻 而且每一次都 基本上7成有效啊 有 但今天沒有這麼做 野獸林智傑 還有楊敬敏 兩個人他今天得分其實差不多 林智傑得到15分 8籃板3助攻 那阿敏呢 得到的分數呢 是有16分 2籃板 那沒有助攻 可是分數差不多 但內容其實是有一點落差的 因為我自己觀察是 今天好幾次楊敬敏 在被林智傑的隊友的情況之下 他沒有打進去 他的投射都是來自於外圍的空檔 那林智傑今天好幾次挑戰阿敏 或是挑戰對方的防守球員 他的招牌的大跨步 然後後側步 三分線跟挑籃 其實都出來了 哇 看的其實蠻精彩的 我覺得這兩個球星的對抗 真的 像我們說的看一場少一場 所以我特別喜歡看到他們兩個 oneone對決的時候 但我覺得阿敏也表現得非常好 但智傑 我們說 你得分得得多不如得得得巧 關鍵時刻就是英雄命 有英雄命的人 就是說 趕在關鍵時刻持球 然後做一對一的單打 而且他有成功率 所以他這連得7分 真的是重重的給國王一拳 打到地 而且小總你有沒有覺得 今天傑哥打起來 這個氣魄特別強 他的決心跟低戰是不太一樣的 當然因為你不能夠變成0比2 0比2再回足場其實是蠻累的 而且是處於一個弱勢 你要連追兩場 甚至你要再連移4場 其實那是蠻困難的 所以 當然不希望說變成2比0 去回到自己的主場 所以他打得比較強勢 包含石球 包含最後出手的果決 其實在那一個連得7分的那其中一個3分線 是被對位上的 而且對位上來好像是木人絲 那被對位上他一定能夠投得盡 代表他這個決心 跟他的那個英雄命 不過傑哥真的累了 因為他在訪問的時候就說 我要好好修飾 因為看到他的表情就是 覺得好像提電源透支 但沒關係 因為勇士接下來可以休息3天 所以我覺得這樣比賽 其實你看林志傑他一開始就打先發 所以我覺得當林志傑擺上先發的時候 你就覺得 許靜澤教練想要這樣比賽 先發其實做了一些調整 然後智傑今天打的分數 打了37分29秒 很少看到他快到41歲打這麼長的時間 其實在例行賽的時候 有兩個本土球員先發是 副方取得比較對戰勝利二連勝的一個關鍵 第一個就是智傑 第二個是中線 其實中線配智傑 新特立配賽瑟夫是例行賽為二連勝 這固定的一個先發陣容 所以我們就看看在下一場的時候 許教練到底會排出什麼樣的陣容 然後Ryan教練到底會不會應對呢 因為我們提到 其實國王你沒有辦法辯證 就是Manigal跟穆仁斯 有球迷在問囉 那所以新特立還有上場的機會嗎 因為現在看起來雙塔其實對國王是有效的 我想先聽聽你的說法 我們最後一分鐘 長好短說 應該是以教練來說的話 如果贏球他應該不會變 不會換吧 對 贏的都不變 贏到輸了之後再打算嘛 就領帶哲學嘛 所以他已經有這麼好的一個效果說 維持正常的領帶 他就會有比較有信心的感覺 所以你可以看他的調度 或是他的出招 其實許新特立真的一直在丟招 一直在丟招 那如果你中招的話 其實你就會失去你原本調度的一個節奏 而且我必須說 周桂宇因為打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他的分數跟他的防守 其實一部分補足了 新特立不在場上的那個空缺 所以在第三站 其實許總可以用的牌就更多了